他独具风骚 风华绝旦 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 他独具风骚 挟救了现代城市的开篇 四千年沧桑 八朝帝都 一百六十八年大宋 造起雨势 他就是八朝古都 开封 万里的皇家 环河 崩潭澎湃 浩荡东流 在中原大地 与你出了一个 居士惊叹的城市 开封因水而行 因河而传奇 历经磨难 坚征不屈 以此次拔地而起 在这块土地上 形成了 是所罕见的 城落城奇迹 开封是北宋时期 丝绸之路 东齐点 是曾经万国来朝 人口许百万 引领世界发展的地方 这里是客家人的祖根圣地 开封 他的一颦一笑 一举一动 无不明艳照人 一太万方 早在宋代 他就有了自己的亮照 清明上河图 就有了自己的自传 东齐梦画路 走进他 清明上河图的千年繁华 包公 岳飞 杨家将的故事 满月豪放的宋词 无不再现着宋都东京的盛世辉煌 臭一家是传承 气质非凡 普卓刚正 听一句 是国粹 康江大气 古运游存 秀一针是文化 经地绚烂 锦绣教会 听一口是历史 回味年长 味蕾绽放 开封 凝聚着一个国家的记忆 开封 风惨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焚义炉香 点一杯茶 与时光对方 领略开封的风情与气韵 从一朝步入画卷 一是梦回千年的清明上河园 到文商绿融合发展的小宋城 你刚迷离在宋慈乐屋里 七声脚已畅响的十时轻心 赵匡义 赵光义 居住过的双龙巷 客家神 从这里走出的朱鸡巷 无不是历史风云的新生 当历史的记忆照进现实 秉持传承创新 文化的无穷活力充分崩发 以古迹文化旅游名城为目标 刚云文化后土 鼓起科技创技和市场活力的双翼 尘封的古城 荡漾着新送风 重现异彩 完转于这座北方水城中的玉河 红桥沃波 青州画坊 蒋生灯影 宋慈吟唱 悠悠送运 醉了游人 千年古城墙 在斑驳沧桑中 斩入熔岩 花木狐收 趋尽头久 长阳期间 仿佛可以倾听历史的回声 漫步在中国著名商业界 古楼文化商业街区 深圳天中的古楼 墨香四亿的书店街 依稀旧貌 别具风华 向晚 千年夜市 则灯火璀璨 游人如智 时刻返千 古城的夜生活 让人流连忘返 十月花潮 人影乱 湘风迷茫 断菊城 风姿卓越的菊花 锻炼了古城 芬芳的中国 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在这里 贫美时 看美景 听传 的 仿临 在文化的盛宴中 慢下脚步 新居 过 请不吝点赞